在未来的十年内 大概有134个偏乡人口会凋零 高龄长者的照顾 谁来执行 我本身有很多证照 可是我把这些证照当放上去 网站应征的时候 都石沉大海 计程车司机 通常也都是一群比较处于中高龄 脚不踩油门就没有钱赚 微光行动 每个司机他就像在部落 在偏乡在黑暗里面的一盏微光 来大哥我们下车了 来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老 透过科技的力量 可以帮他们媒合出一些更有价值 更有收入 甚至更稳定的这样的一个 移动的服务模式 那时候就训练司机成为照顾服务员 必须要去接受照顾员的这样的考证 他可以把老人家接出来看病 他可以把一些照顾服务 把它带进去给独居长者 他甚至可以协助他做一些 各式各样的一个管家服务 我们找到另外一个可能也很需要工作的 但是却没有工作 就是二度就业的女性 让她们投入这个可能的移动服务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推动了花木兰计划 做家庭祖父做了二十几年 然后长照2.0给了我一个机会 就是再次去寻找我的第三人生 我原本其实是个厨师 那因为疫情的情况之下 然后没有了工作 光很棒的是 他大部分的时机都有照顾员的身份 刚好有了这个计划 然后让我们多接触了 多受了很多的训练 然后可以有第二专场 可能因为他在生病心情不好 家人没有陪伴他不在身边 他其实是很孤单的 要买菜也不方便 要就医也不方便 我们就是用固定的方式 比如说一个礼拜来三次 来两次 解决一些他们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可以帮助他们打扫 或者是清洁 或者是购物 代购之类的这些 也不见得是我陪伴他们 反正是他们在陪伴我们 我自己跟自己说 除了做不下去为止 我们就一直做下去吧 我们现在先服务别人 将来我们也可能够被人家服务 木兰嘛 他就是代付从居嘛 我们发现女性的温柔 女性的坚持 其实它事实上是带着 很大的一个帮助力 可以影响台湾 我们现在来起ό direction 我们 обще应用的 secondo 你 有关 到